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他出马来解决一个涉及百亿美元的交易 在2011年6月一封题为参与的电子邮件中 亨特的业务伙伴康隆告诉亨特 想利用与拜登的会面推动达成一个交易 该电子邮件写道 我们需要让这些人参加一个活动或其他什么事 以便他们正式与您的父亲及拜登见面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将获得更多的债券 在随后的电子邮件中 康隆又补充说 每笔债券的价值都超过21亿美元 而就在这封电子邮件发出5到30分钟之前 亨特在回答康隆转发的一封 有关利益分配的电子邮件时询问说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以推动此事 报道指出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 拜登及其幕僚长与中方的会面 和后续安排是否实现 但新曝光的电子邮件再次有利的证实 亨特一直把其时任副总统的老爹当成在中国业务的杠杆工具 美国总统大选将在当地时间11月3日举行 最后关头担任过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特别助理的CNN撰稿人 詹宁斯公开表示 川普值得第二任 詹宁斯在CNN发表评论指出 川普的政绩显而易见 不仅降低美国税率 还支持美国军人 让敌人知道美国有能力收拾他们 当然川普不是一个完人 个人历史与沟通方式可能较为拙劣 但选举是选择 加税还是减税 言论自由还是干预审查 没有政治人物让他完全满足 但川普比拜登更接近他的理想 詹宁斯写道 川普仍有改善空间 但自己身为保守派 拜登绝不代表他支持的政策方向 拜登几乎在我关心的每个议题上 都未能通过测试 我希望美国能够彻底摆脱他的关注 詹宁斯指出 川普处理新冠疫情 包括言辞上纵有缺失 但这次选举投票将影响未来四年 美国人民很快将能够接种疫苗 这大部分归功于川普的 在研发疫苗的 取速行动上的领导 而且无论谁胜选 美国都会战胜这种病毒 因此他认为选择已经很清楚了 据佛罗里达大学美国选举计划统计 又超过9000万美国选民已提前投票 中共五中全会结束后 中共官媒近日声称 与会官员积极落实 习近平关于禁止浪费粮食的要求 会期间推行光盘行动 白菜根 萝卜皮及芹菜根等均做咸菜 节约又可口 非常受欢迎 民众质疑 中共国穷到这个份上了 官媒一篇 京西宾馆里的光盘行动的文章称 作为为五中全会举办场地的北京京西宾馆 节俭之风处处可见 文章特意显到 在后厨用完的食用油 油桶都要倒扣过来力半小时 力争不浪费一滴油 还称 大家都自觉进行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要求投身光盘行动 不料消息传出后 却引发网民纷纷质疑作秀 万维博主姜维平在其自媒体的节 直播节目中指出 300多名决策高层的最高要求就是 吃多少 打多少 不浪费 想想他们过去公款私用 吃喝玩乐 挥霍无度 现在喝半杯水 吃小碗都成了好事 都要表扬一下 想想这个党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中国自行研制的大型客机C919交机时程 一再延后被外界认为 因关键技术仍遭美国掌握所致 但在31日登场的南昌飞行大会上 C919进行了现场飞行展示 这是其首次全球动态展示 据报道 C919属窄铁客机 原定2015年底生产第一架飞机 但直到2017年5月才首度试飞 且目前仅生产了6架试飞机 由于交机进度延误 是否真如官方所宣传的 由中国百分百自行研制 更受到广泛质疑 航空顾问公司Android Analytics的创办人 尤索夫先前表示 C919虽完工 但因中国非常依赖 欧美第三方供应商等西方供应链 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 估计要2022年才能开始交机 10月30日 中共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披露了第三季度营收财报 财报称 今年前三季度国铁集团收入 同比下降1306亿元 净亏损787.11亿元 截至今年前三季度 国铁总负债已超过5.57万亿 比去年莫增加了将近1000亿 一直以来 作为巨型国企 在中国大陆高铁 铁路大跃进的政策背景下 国铁集团巨额负债不断攀高 今年8月 国铁集团曾高调出台一份规划 称未来15年 全中国高铁规模要翻一翻 达到7万公里 当时外界就质疑 国铁负债已有5万多亿 每年的盈利连利息都抵消不了 但在这种情况下 近海喊着要大跃进 中国经济学者盛宏表示 铁路集团借的都是国有银行的贷款 所以他从来不担心偿还问题 等于是让全体国民为其买单 中共当局此时推出铁路发展计划的目的 纯粹是为了应付眼前的经济衰退问题 并没有考虑市场真正的需求 七名被控去年8月31日 在香港反送中示威过程中参与暴动的被告 全部罪名不成立 该案法官裁决表示 控方未能在毫无合理仪点下举证 而警方也不硬将穿着黑色衫的人 随意示威参与暴动 否则会有机会冤枉无辜 据港媒报道 香港区域法院法官沈小明31日表示 不能单凭被告在暴动现场附近被抓到 加上逃逆 就断言他们一定参与了暴动 法官宣读判词之后 法庭响起了掌声 众人激动落泪 此前控方的供词 指西民被告的医务装束明显有备而来 显示他们并非无辜在场 而逃逆也显示他们畏罪 对此 法官沈小明在判词中指出 控方的最大问题是 无证据显示 各被告被捕前的作为 未能在毫无疑点的情况下 证明各被告参与暴动 他表示 案发当晚的情况并非香港常见现象 不排除当中有人想在现场见证历史 大选投票日临近 美军在敏感时机 由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宣布 29日成功向西太平洋 发射一枚未安装核弹头的 义勇冰三型洲际飞弹 美军在网站上释出影片 以此证明美国有着可靠有效的核威慑力量 报道指出 当天从加州 泛登堡空军基地 朝西太平洋发射一枚未安装核弹头的 义勇冰三型洲际飞弹 飞行约6759公里后 成功击中马赛尔群岛周围的 瓜加林环礁 四星上将空军参谋长 小查尔斯·布朗说 这次活动确保美国的核威慑能力是安全和有效的 能威慑对手 同时又使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放心 据了解 现在义勇军三型是美国唯一的陆基洲际导弹飞弹 美国总共拥有450枚 该飞弹能够击毁在半径1.2万公里内的目标 10月28日 成都智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向绿地控股集团公开催讨广告款的消息 在网上流传 该消息揭开了绿地集团高额负债的面纱 截止2020年第三季度 绿地集团总负债超万亿元人民币 据陆媒报道 绿地被催占背后是公司负债居高不下的窘境 数据显示 2016年至2019年 绿地控股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在90%的高位 但即使如此 绿地今年以来依然在扩张拿地 今年前三季度 绿地累积获取项目77个 权益土地面积约1053万平方米 对此有分析指出 大陆房企基本都是在走拿地 高速开发 迅速卖房 快速回款 然后再拿地这样一条高速扩张道路 一旦其中一个缓解卡壳 就会影响到这个链条的运转 但是大陆销售下滑 绿地深陷其中 周转出现了问题 对于绿地目前欠债累累 还在大面积拿地 分析指出 这是因为房企只有拿地 才能以土地做抵押 向银行贷款 这就不难理解 为何大陆诸多房企欠下巨额债务 还在不停拿地了 BBC消息 著名苏格兰演员肖恩·康纳利爵士 11月31日逝世 享年90岁 他因饰演英国军情六出特工 而文明于世 也是第一个将这个角色搬上大一幕的人 并出演了七部间谍题材的惊悚片 小恩·康纳利的演艺生涯横跨数十年 包括的众多奖项 包括一座奥斯卡奖 两座贝尔塔奖和三座金球奖 2000年 小恩·康纳利在爱丁堡圣十字宫 获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自封绝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文微博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